众所周知,千年前的古朗基,是十分喜欢群居生活的种族,当假面骑士空我来到战场,竟意外团灭了古朗基一族,然而当时的空我心地善良,为了避免古朗基走上灭绝,他将仅存的零号古朗基封印,为后续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因此当零号古朗基被释放,他便迅速复活了自己的族人,让众多古朗基在东京集结,准备开启疯狂的游戏任务,但好巧不巧一位社会青年,竟然主动送上了门。 只见他恢复身体冲向前方,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任务,碰巧正在附近的五代,察觉有异常情况出现,他赶忙前去进行救援,却被古朗基一手立在墙上,危机时刻五代完成变身,以全能形态与敌人展开搏动,不料正在此时众多警察感来,他们果断拿出枪械,对着未确认生命体疯狂射击,连一旁的五代也无法幸免,眼看局势十分慌乱,双方都迅速撤离了战场,战斗结束后古朗基也留下了伤势,很快他遇上了伤势, 对其他古朗基会合,然而同伴却开始嘲讽他,他气愤不宜准备实施报复,在城市中来回高速一动,将赶来的警察一举抹杀,同时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边独自追击的五代,由于抢夺警察的摩托,再次被警官一条靠了起来,两人同时坐在车里,听到警报器中传来的声音,警官一条再也坐不住了,为了保护更多的同事,他将五代带至地下基地,这里封存着警局秘密研制的机车,他将把手插入机车,然后调整中间的数字,然后交付到五代手中 五代见状迅速完成变身 下一秒五代驾驶机车,朝着古朗基的位置飞奔而去,很快五代利用机车的优势,静止来到古朗基身前,只见五代走步一击打退敌人 随后他又根据上次的经验,趁机向敌人使出全力一踢,紧接着又补上一脚,将古朗基踢回了老家,此刻能够掌控力量的五代,也终于得到警官一条的认可 然而邪恶的古朗基一族,却并未停下疯狂的游戏 第一位蝗虫古朗基上线,正式拉开游戏的序幕,只见他从高处纵身一人,举手投幅间并抹杀一人 另一边听到警告的五代,立即驾驶限量感的机车,紧急赶往事发地点 然而拥有出众跳跃力的古朗基,却让五代陷入了劣势 他来回地向高处跳跃,并寻找机会发动偷袭,处于全能形态下的空落,根根无法与敌人战斗 甚至还被敌人踹下了地面,眼看没有其他办法,五代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敌人 在自己下意识地操作下,空落的青龙形态首次登场,不仅能够轻松闪躲攻击 而且跳跃力也更加惊人,然而五代很快发现了问题 尽管速度方面占据了优势,但自身的力量却大幅削弱 蝗虫古朗基甩了几下大笔龙,就将空落扔下了地面 下一秒古朗基来到地面,准备乘胜追击解决空落 危机时刻工厂排出阵阵龙烟 众所周知,青龙形态,是假面骑士空落最无力的形态 虽然速度跳跃能力会增强,但相应的力量也会减弱 只见空落一套连环拳打出,蝗虫古朗基却毫发无损 反倒给了空落几巴掌,差点就让五代彻底下陷 幸亏他害怕浓烟的属性,成功让五代保住了性命 但全身也受到严重创伤,为了不让身边的人担心 五代在众人面前故作镇定,在背后默默一人忍受痛苦 另一边调查原因的警官一条,来到古朗基撤离的地方 他看着远处的浓烟,内心的疑惑逐渐打开 在警方的高层会议上,他提出这一有用限制 在浓烟不存在的区域,提前布置陷阱等待敌人出现 怎奈古朗基的强大实力,远超众人的想象 即使是性能优良的来服枪,也根本无法发挥出威力 警方人员受伤惨重,正在这时五代通过传讯起 火速赶往现场战斗,这一次他直接变身青龙形态 然而结果和以前一样,除了与古朗基比拼速度 其余方面不占丝毫的优势,自己的攻击像刮沙一样 而敌人的攻击却招招爆击,很快五代陷入了劣势 与此同时因此翻译出部分文字 他正想打电话告诉五代,无奈怎么都接通不上 下一秒他想到刚才的播报,迅速赶往五代的地点 只见五代一脚踢断后来,随即拿起武器转变形态 凭借着武器的优势,五代在战斗中逐渐占据上风 紧接着他找准机会,越向空中使出全力一击 直接干掉了蝗虫古朗基 然而几人还未来得及休息 邪恶的古朗基一族,又派出秘方古朗基执行计划 在天空飞行的同时,出其不意地射出毒针,一时间就有不少人丧命 此时正在调查的五代和一条 根据敌人的出现时间和位置分布,提前赶到相应位置代言 很快蝗虫古朗基现身,五代也冲向前方完成变身 只见全能形态下的空龙,凭借着强悍的战斗力 全权暴击打的敌人不知所措 眼看不占优势,蜗虫古朗基越向空中 五代立即切换形态追击 不料在空增飞行的古朗基,让五代陷入了难题 他利用优势引力在空中,不断寻找机会偷袭 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五代意外开启了天马形态 不料城市中槽杂的长道声,笨石让五代头痛欲裂 从数百米的高空掉了下来 被此大为惊喜的古朗基,准备施展最后一击 然而向来守时的蜜蜂古朗基,坚持不多战斗一分一秒 五代也因此捡回一条命,被赶来的警官一条就回